中东目前最大也是冲突最激烈的战场,应该就是叙杂的外国势力之多,恐怖组织与反政府武装的派系之乱, 确实是近些年来颇为罕见战争形态了,不过随着叙利亚政府自身的不断努力与俄罗斯的帮助,今年的几个月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果,连续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了许多被恐怖分子围困中的大量民众,近日又有好消息传来, 其叙利亚军方,27日宣布,已成功从极端组织手中收复了叙利亚东部戴尔族尔省沙漠地区,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还发表声明说,叙利亚军队在戴尔族尔省沙漠地区与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展开多轮激战, 收复了从叙利亚中部霍姆斯省行政边境,至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约58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离彻底解放其叙利亚全境又进了一步, 其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还声明说,其盘踞在戴尔族尔省沙漠地区的极端组织,遭受沉重打击,残余分子从该地区逃离,叙利亚军方将继续追缴恐怖组织, 直至将其从全部叙利亚国土上清除,实现国家的安全、和平与稳定,此次成功从极端组织手中解放的, 可以说对其叙利亚政府军意义非凡,其戴尔族尔省是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是其前代子, 在其战略和军事经济都有着无比伦比的重要性,也对叙利亚日后恢复其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省首府戴尔族尔市自从2014年开始,被极端组织围困,至今已超过四年的时间了, 城中民众生活困苦不堪,早在其2011年,戴尔族尔市卷入了叙利亚危机, 从2012年到2014年,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即当时名为支持阵线的恐怖组织, 在戴尔族尔市进行了长时间的熬战,2014年4月,极端组织从拉卡基伊拉克安巴尔省两个方向, 围攻戴尔族尔,将反对派武装和支持阵线,赶出了戴尔族尔, 并且完全包围了戴尔族尔的叙利亚政府军控制区域,使政府控制区称为孤岛, 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戴尔族尔省,几乎都被极端组织占领的恶劣环境下, 戴尔族尔市的政府军士兵,在年余五旬的首城主将,伊萨姆扎赫尔兵的指挥下, 击退了极端组织的一轮又一轮大型攻势,坚守了下来, 而有消息称,固守戴尔族尔的政府军人员只有数千人, 可以说能在其如此严酷的包围中,能生存下来并进行反抗不被占领, 可以说就是个奇迹了,也随着战线的不断推进, 其叙利亚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 分别对极端组织,发动大规模军师打击, 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境内依丧失绝大部分控制区。